北京时间7月5日 南兰在市区赛上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那回顾结束了两场主要大战 中国球员的表现吧 这个用一句话来评价就是 三人不及格 一将满分 后卫线 其又参半 那毫无疑问 满风的球员一定是中风周期 通过周期赛对战澳大利亚时的表现来看 他已经成功的接过了 这个易建连的班 并化身成了中国南兰队伍中 的占助和精神领袖 而且周期他在防守端的作用 也丝毫不逊色 与年轻时期的姚明 但进攻的稳定性 手段的多硬性 还是没有达到姚明 王志志意见的这个水平 当然周期还有时间证明自己 如果未来周期能够继续留在NBL 拒绝回到CBA的话 他距离NBA的舞台也将越来越近 那至于表现不及格的球员 则是郭艾伦 郭明轩以及孙明辉 首先必须承认郭艾伦的运球技术 以及篮球的结合能力确实厉害 但是中国南兰并不是辽宁队 在国际大战上 更不允许郭艾伦打球太过自私 所以说郭艾伦如果不改掉 这个坏习惯的话 等到接下来的亚洲杯赛事 他恐怕很难有精彩的数据和表现 其次 郭明轩表现不及格的原因 一方面与他的投篮五明性有关 另一个则是因为 他没有后卫线 球员该具备的创造力 纵观郭明轩在 他也属于在禁忌场的数据 其命中率确是低 十五次数也确实多 而且郭明轩在组织方面 他只能按照教练布置的去完成 并不会举一转三随机变 那最后 孙明辉获取是因为身材矮小的特点 才导致他可能在面对亚洲 居然是有速度的发挥 那很明显 以上表现不尽如人意的球员 大部分都是来自后卫前 所以赛工师满人之恢复吧 这一情况也算是在给中国男男 交相警钟 中国队想要成为亚洲 底线世界一流视频的话 球队阵容中必须存在一个 真能真正意义上突进去 把蓝稳稳上进的好后卫 对吧 那么比方这个原则来看 这个龚浩文 曾庞国一直决心流洋 放弃国内安逸打出的观念 其实真的是正确的选择 毕竟中国不缺也天不缺 缺的就是身体素质和战质素养 那各位青鸣朋友 你怎么看呢 我现在真的缺一眼看他